好的欢迎回来我是国际姐说国际姐 那刚才Adam完成了一次速杀 直接速杀掉了克里姆森 虽然克里姆森玩的是老乌龟的角色老一家对吧 但是打起来非常的野 一点都不像老乌龟看起来像皮狼一样 那现在是真正的铁乌龟 铁蛋 那到了墙角进了厕所就是无敌的 那今天攻略 哦 选了一张厕所图 那应该是要重开了 维员选了主场 然后主办方表示 这个不行啊 你这个属于犯规 你怎么能选自己的这个主场来跟别人打呢 这个buff加成实在太厉害了 知道平时为什么没人打线上特别强吗 就是因为他选了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啊 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场地当中呢 可以获得50%的防御加成 从而导致呢 对手完全无法攻破他厕所的铁地啊 所以你的家是不能选的 好 书说简短言归正传 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就是要看爱动怎么来击碎没人的老龟壳了 这个其实还挺难的 真的日本选手的防守不是盖的 爱动作为高配版的威力王 此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深背威力王的意志 对吧 气势如虹的鼻祖 就这场比赛他承载了太多 如果今天他赢了 就代表威力王也赢了一半 对吧 我们不说威力王赢了 威力王可能赢不了 但他能赢一半 好了回到对手了 这里劳劳开场又是来到这个厕所 一看到厕所附近了 有点危险 先往后拉一拉 不太敢贸然前进 毕竟眼前的这个对手 厕所有加成 属于是举世闻名的那种 就不能轻易的贸然进攻 来这边搅到对空 来到我们有点打不开节奏 面对没缘的铜枪铁壁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这张地图是印度地图 印度干净又卫生 到处都是厕所 那没了吧 应该也算是有一个加成的 对吧 来了指定头 再往前靠一步 重拳靠不中 没缘的防守 真的是很难给IDOM 找到一个可以切进去的机会 只能是耐心的等 然后这个对空又有点好 扫一轮波 现在要波打进 哇这点 哇来到什么后了这一下 这一下 重拳交一个VT 指定头没中 啊感觉这一灯危险了 这个点上面 实在磨死 刚才IDOM其实在对策上面 我觉得做的非常的好 他看煤元这边丢两个波过来 那煤元这边肯定是要防范他起跳 这个反打的对吧 那肯定会做对空的准备 那IDOM这边怎么处理 他起跳直接按中角 那用屁股飞过去 那这个方法的话 是可以防止煤元起跳 用空杯的方式把它摁下来的 就是解空他做不到 那IDOM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 好像最后的一波进攻没打穿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煤老板现在身处印度 浑然天成 与厕所合为一体 来中大队 啊这一下被交一个V伞 这时候V伞躲了以后 有点难受的 好痛啊 IDOM这边的VT要不要开 直接向威力王一样 现在威力王的话 他肯定就满脑子两件事情 重拳靠过去开VT 然后一般呢 这时候重拳都会空 空了以后就死了 来这里发播以后的VT 这还有VT可以打一次二次的进攻 好悠闲 闲庆幸福慢慢走 哦 又是这个脚刀 进了厕所就刮脚刀是吧 啊 局势文明啊 这个脚刀 反正每次在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 看一下 丢个脚刀试试看 说不定就抢救回来了 然后大概率会抢救的回来 就有一种buff 就是没人进了厕所以后 你大概率会吃他的脚刀 嘎师傅不吃嘎师傅赢了 如果你吃了你就输了 这个是很难逃出去的宿命 今天整体的对击的话 就鼓劣打劳拉劳拉还是会比较难打 你会感觉到那个力回上面 劳拉这边很难切得过去 那IDOM这边有可能会换角色 现在已经是听到选人的这个声音了 还是劳拉吗 我好像听到Laura 还是说换VS换VT 难道要发空波 还是单纯的只做一个暂停 因为现在没给到画面也不知道 反正角色没有换 反正还行 他没有放弃威力王 对吧 他依旧是带着威力王的意志 继续开展新一轮的战斗 和没人的铁厕所 较量下的 比划比划 这边还是VS1加VT 没有任何的变化 没人开场发波 想要对波这有点过分了 威力王应该也不会想到这一层 选择发波跟没人就对 这个应该是对不过的 毕竟你要从头发这边摩擦一下 难度有点高 这边上来已经半块血没了 排到我们这边怎么办 已经陷入绝境了 开局就是绝境 还过了20秒 这会儿只能寄希望于一波VT猛冲了 冲死他算数 续满波 直接被解了 没人的对策有点好 这就完全过不去 挑也挑不过去 怎么办 再划一个波 重拳EX波 这一轴机靠过去 但这一波进攻是打完了 所有的东西打满了 很可惜的是一下都没造成破防 指定头也抓不中 这就是没人的铁厕所防守 真的很 好现在就到第二 上来下重点手机 天然被对手压一下 难民手机戳起来 好 这一下一个nice的确认 过去以后选择一个投者没中 重拳EX波 然后冲了 中角给到碎康了 这一下 再往前 先是一个普通筒 阴点有点高 能不能压得住 这里还想继续压 这边即便被对手打了 也不想放弃这个阴点 千载难防的机会 还是吃到了角度 EX手机过波 可以这一波 要开V了 重拳靠过去后成功 暴V 还走了 果然还得是VT 劳拉所有的精髓 基本就汇聚在这里一波了 如果喷上一些 防守能力特别强的角色 没有VT1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办法 快速的把对手给压死 但是一旦有了这一波VT1 只要你用的够狠 猜的够准 那你就可以请对手直接上路 上来一番EX波 又头脑针 这一手很关键 再一个漫步 这边没人很聪明不起来 不愧是铜枪铁壁 这一波防守做的有点好 再一个头 哇阴点有点高了 啊被打到死了死了死了 可以啊 idom 面对美元 也是可以做到一波打穿的嘛 那接下来就讲不清楚了呀 既然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后面就看双方谁能先拿到这个机会了 没人这边要慢慢的磨掉idom的血 idom这边呢 需要找到一次破防的机会送进墙角 慢慢来吧 上来先发波 跳入 这一下跳入跳得很准 在不交气的情况下 自己被自己送进了厕所 有大麻烦 这一下进攻打得是有点伤 想要反投投进去 没得给到这个机会 哇 晕点有点高了 应该是要死了 这个晕点 你本来抢救不回来 因为如果说 没人想要卡住你 idom的晕点的话 会比较容易 鼓勒有这个性能 他压强角 你的晕点降不下来的 他就随手丢个波 你这个晕点就一直卡在那里 然后你又不敢轻易的抢招 这是没办法 没人这里上来 扫一个气 重拳给到碎康 第二下没打中有点可惜 重拳一个碎康 啪一下 然后打到一个下段 起手连一套 继续往前压 好啊 这边反向一个EX波 绕到一个逆向 没人这次没有做对空 交一个不压 再次放倒 关键性一击 这个点上面 看一下后续的进攻 指定头 会不会直接投到死 当年飞动 我们就是在这个点上 连续的指定头 把没人给送走了 这是连投七八个 没人一个都不躲 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里 好的 最后骗到一手拆 没人这边没办法 如果刚才那个点 他凹脚刀也是没有用的 那个脚刀会被防住 因为这个时候 爱人拉后了 那没人唯一的方法 就是下重点扫过去 那下重点扫的话 就有机会吧 只能说有机会吧 但你在临场的时候 做这个选择 难度还挺大的 因为下重点 不是你说想扫就扫的 这个脚刀只得凹一个 EX脚要过波 没过程 我觉得已经很直线了 但这个点上 还是让没人守住了 这里重点给到碎卡 前前过去 投没有中 想要再往前压 这边 一个中拳 两发 好的 威力王独门绝技 中拳靠过去以后爆VT 但威力王的这个绝技 一般都靠不中人 给两发 前前一个指令头 偷 后中以后还可以再压 EX指令头 威力王成名决策 哎呀 完了 你怎么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使出威力王如此成名的决策 哎呀 这一套被没人躲了以后会有点难 最后一下打到空 哎呀 最后的一下是有机会可以翻的 没人第二发中拳空了 就那个中拳空的话 这个时候要是挖空脑子按就猛按 对吧 像威力王致敬的时候就这样 挖空脑子猛按 说不定是有按出来的机会的 因为没人那一发中拳空是 有一个时间差可以打 但这个点你不可能预判得到 因为你也想不到他连招会掉 好了 关键性的赛点到了 这边上来又是 哎呀 两边互空一波 以示友好 但是没人这一下就被摁倒了 前前过去往后拉了一波 骗拆 重拳再走一个正面防守的角度 应该是结束了 看一下劳拉这边怎么来宰 这续满波 打一个最大伤害连 还是说要做修正 哎呀 修正 哇 这里 哎呀 哎呀 哎什么情况 可才不是应该直接死了吧 怎么突然还多了一个纸铃头 哦哟哟这个时候这吓人啊 一波滑过来 你怎么知道到底是正面还是背面 根本看不清啊 没人也没见过这种路 毕竟日本那边几乎没有玩劳拉的 几乎没有 在盘散的什么 用EX波来限制你发波 好的这一下 没人想直接扫 没有扫成功 给到item的机会 发波爆出VT往后一跳 这边先守一下你的V 这边要不要交V 不交 想要硬搞吗 没人这边没有去打CA 那就只能再来一次 最后一下 我打这个中断被的防住了 主权交出VT 有机会了 可以搞事情 有文章可以做 现在就是心里压力有点大 我放开了 直立挑 哦 指令头 最后一则 最后的这一刀 哦 美人风光招出 哈哈哈 指令头 EX指令头 淘机 他其实应该是有点想要过波的意思的 就堵你一手 没人这边会丢EX波 我用EX指令头来过 他没人这边是完全没反应 直接就吃下去了 反正这个应该我觉得也挺难反应的 确实有很大的突然性 我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 因为没人发布的干涉是很高的 然后没人的年纪也大了 不一定反应的过来 比分直接来到了2比2 这IDOM的比赛是真的好看啊 这里跳路成功了 有时候觉得威力王的比赛也很好看 就威力王老是输就没办法 他能够出场比赛的次数比较有限 要看的话还是挺快乐的 我总拳打到扛吧这一下 最后一个云点最后一下 能不能交V压不能交 他觉得每月会防 等了一手再交 这很聪明 再一个指定头 云点拉满 这一下虽然没有偷到针 但是这一下轻攻击补上了 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赛点 他突然成为了美国的英雄 对吧 他们现在是IDOM的独秒 他们美国的选手八强唯一一个 EX波扫过去 轻攻击交一个V3 重拳给到一个星康起来 开场就七十入红 来 这一下打不过去 美美人手的很死 连续交两个气 这两个气骗出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赚的 再交一个V压放倒 要怎么来打最后的这一下 凌门的这一脚怎么踢进去 把那个厕所的门给他踢开 哇这个V闪没有踢住 要是换成拉西德的话 这个V压早放倒了 对吧 刚刚那个V闪 很可惜就是老拉真的就有点短 角色的 这个中小被发波并走 就充满了意外 给发波爆VT 往后拉一波 啊 这一下突然拉到了双赛点 在关键性的时候晃了一手 晃出了一个菜头 很刺激 这样一定是来到双赛点 你说这场是决赛不为过 这一个VS 中弹打中 但是很可惜波没接受 接不到 指令头有偷到 可以大进攻 一个走机靠过去偷针 哦 再补一个指令头 这次没有抢 再一个中圈 交一手雨伞 然后没了 没下文了 拿手一个V压 有点接近长脚 没问题那边赶紧交一下 感觉到了威胁 但现在感觉到威胁也没有用了 最后一下 我直接脚刀 脚刀救了你啊 这里 哇 瞎中脚啊 瞎中脚被绑了 你没有VT 你提一个瞎中脚 你拼了呀 确实打这个比赛到最后关键时刻 你是得拼一下 你要是这种落后这么多 你在保守 你没得救的 而且还是对劳拉 哇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 idom超级神勇 真的超级神勇 你要知道这个对局 你玩过劳拉 就知道到底有多难打 你让威力王上去打 他的亮灯 亮灯应该可以亮吧 没有问题 我对威力王很有信心 至于亮灯就再说了好吧 有可能是大事级别的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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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